王世贤今天首度挑战电玩广告 穿上了两公斤重的盔甲 无论是武打或者是吊钢丝都非常的敬业 不过呢被问到已经当爸爸的王世贤 拍电玩广告会不会有点超龄呢 他倒是很有信心哦 他说老的武功才厉害呢 还说就算石英大哥来拍也没问题 三 一个咋两个 王世贤演大傻有够杀 硬气逼人到连眉毛都翘起来 不过导演一喊他怎么变卖高要的 甚至还请武打手下留情 嘴上这么说王世贤可是很敬业 四天没睡回家还请女儿帮他恶不电动 你怎么知道 很弱为什么我很弱我也是新手啊 我也是很努力在种啊 我现在种到野子了那要讲怎样 对不对 我已经种到野子啊 我也学去赶快去偷人家 不过海天王广告不是偶像就是美女 当爸爸的王世贤难道不会有点超龄吗 马大哥 石英石大哥你们都有机会了 他们都带人人寿 小弟 小弟打前锋 故事里面当然有年轻也有老的啊 是吧 有老的啊 武功才厉害啊 从金曲歌王到戏剧一歌 现在又变成电玩大侠 王世贤角色一遍再变 也让演绎的路越走越宽 你先问你家美族新山